在这杏维市场里 还有一家30年历史的刀切牛肉面店 在这店里一边吃面 一边就可以看到老板他展现 手工揉面切面的功夫 面条吃起来特别带劲 而且牛肉不是卤的而是炒的 可以吃得到牛肉特有的鲜甜 功夫揉面大刀切 神锅双铲快炒牛肉色香味立线 放上牛肉淋上高汤 原汁原味功夫刀切面隆重登场 让这间开了30年的面店 成为台北信维市场里 人气鼎望的美食胜地 客人一吃就是20几年 他这牛肉面还不错啦 蛮有咬劲的味道还够啦 我觉得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的面Q 牛肉大块好吃 山东级的江老板 30年来坚持面条 得完全手工揉手工切 瞧他像是打太极拳一样的揉面功夫 让面团蓬蓬的又坚实 静置洗面20分钟 拿根大木棍再开始擀面 一遍又一遍卷在棍子上用力擀 面团擀得又大又薄 也小看着动作 手劲后薄可是有诀窍的 手劲是靠手掌的力 靠手掌的力在推 它你推出去的力道 要一样 它的面它感出来是圆的 比较均匀的 把面皮一层一层折起来 就要开始切面条 看着把大刀磨得又光又亮 小心翼翼一刀一刀切下去 成刀功力果然深厚 面条宽度一致整体又漂亮 老板强调一定要这样用手切 才能保有强韧的精度 它纯手工的 它跟那个机器的 硬挤压的方式不太一样 你硬挤压的东西 它会失去那个弹性 它们好吃的就是它的面很好 面条很有嚼劲 连甩个面也都是震撼力十足 功夫刀切面真的让人眼界大开 大锅滚水准备好 下面条滚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虽然是刀切 但是光滑细致 也看来相当扎实 感觉起来它的面比较咬劲 比较新鲜就是了 所以都常常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手工切 因为它表面那么粗嘛 比较细 因为它别的手工面切得比较粗 它这个不是像一般的面 你放久了它会污了很烂 它这个面不会 挑战功夫面条搭配 也得是一等一的牛肉 老板特选牛腱子肉 用牛大骨汤混煮到熟 腱子肉半筋半肉 熟透的色泽 看了人食指大动 把牛腱子肉切块 加点辣豆拌酱 还有葱蒜 一起大火快炒 这可是美味的灵魂 因为老板坚持不用中药包 滷牛肉 保持纯正的牛肉鲜甜 才是王道 它这个 你要把它炒透 把它味道 让葱姜蒜的味道进去 你葱姜蒜的数量够了之后 经过油爆香以后 它的味道应该 应该你控制得好的话 应该它的味道在五度里面 最后加入牛骨高汤 还有番茄酱汁就算大功告成 一碗刀切牛肉面 有工夫面条 大把蔬菜 放上六大块牛肉 淋上满满的大骨汤 山东口味分量十足 一碗一百元 很超值 吃不少外甥老乡 解穿的最爱 怎么形容呢 就是鲜啊 我们吃的比较外甥挂的 吃的比较外甥口味 比较不喜欢有那些 其他的味道 它这个味道还不错 更超值的还有 工夫刀切面 淋上四至炸酱 铺满小黄瓜丝 接着还有这一大块猪脚 就这样端上桌给客人吃 一碗却只要一百元 吓坏不少第一次上门的客人 这边比较大块 比较Q 比较好吃 口感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 它是它的那个猪脚 它的猪脚蛮Q的 而且蛮香的 分量大 美味也很有看头 当天进货新鲜的猪脚 先用滚水煮到熟透 再用清水冲洗 洗去杂质 接着和葱蒜一起大火油炸 十分钟过后 把猪脚和独门中药包 放在锅子里熬煮 又烫又炸又卤 猪脚吃起来却特别爽口 炸过以后再卤 它比较没有那个 多余的脂肪 比较不会油腻 吃不下大猪脚 可以试试这一碗炸酱肉丝面 当天现炒的炸酱 搭配清爽的小黄瓜 和水煮猪肉丝 口味清淡也更能享受 刀切面条的Q勁 我们这都是靠一些老主妇 有的是从小学吃到结婚生子 详情老客人的热情支持 老板改面正起劲了 双手揉大刀切 还得常常油烟满天 真的很辛苦 但老板还是坚持做下去 把这传统的刀切记忆 继续发扬光大 下achte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